以前的时候呢,我见过别人做的一个月季花墙 明天的时候啊,开满了粉色龙沙宝石 特别的漂亮,特别壮观 所以一直念念古往,一直想自己做一个月季花墙 现在我也买了两颗粉色龙沙宝石 我也来做一个花墙 这个粉色龙沙宝石啊,我是直接买的这个大苗 因为如果是买小苗的话呢 几年的时间也怕不买墙面 现在我直接买的这种大苗现在已经快开花了 因为我是买了大约有七天的时间了 给它缓了几天,因为这几天也一直在下雨 缓好苗了,现在可以给它栽种了 我在地上挖了两个大坑 大约隔了一米左右 对不对啊,还有一块地方 隔几天我再选一个别的品种 然后让它开不同颜色的话 现在来给它栽种上 因为我这里啊,北方地区 我这个土质啊,稍微天检一些 我也要给它改良一下土壤 我买了一些这个营养土 我给它混合一下 让它这个养分啊,充足一些 而且它这个土壤呢,也特别的松软 有利于花苗 搅拌起来 大的一块捏碎 用手抓土壤特别的亲切 这个坑呢,我挖的比这个盆稍微大一些 我在里面垫一些这种摊配好的土壤 然后再给它化一些底肥 这个底肥呢,直接放到盖羊分 这个羊分呢,可以调节土壤的三点度 它可以增加肥力 一定要给它再盖上一层土 把月季捉盆就可以了 哇 跟咸儿比较健壮的 直接放在里面 盖住 我把原来这个月季的土壤都给它盖住 防止它这个土壤太过于松软 干的太快 然后再给它浇入水就可以了 为了保险期间 我给它加了几滴生根剂 让它碗面快一些 消透水 以后我会跟大家分享 粉色龙沙宝石的生长 以及开花扒藤的情况 如果大家喜欢呢 可以点